但是也是新手村的提案 大家好,我是Sean 然後我是被佩斯委託 今天在現場站在這邊的坑組 然後就是 我們就是要做HelloG0B 然後那個網址不要點,因為那個網址還沒做出來 所以點點就會404 然後就是剛剛佩斯有提到 就是現在我們目前大概 一個架構 然後主要就分成五塊 就是介紹怎麼進入Slack 介紹怎麼使用Happnd 然後一個選技能,就像剛剛外面的技能貼紙 然後怎麼Facebook 還有一些延伸閱讀 就是G0B社群常用的一些資訊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Prototype 然後基本上Slack 其實就是目前在網站上 有的只是叫你點 那個JoinSlack的連結 然後就沒了 所以很多人其實會卡在這邊 就是點了那個連結之後 然後可能連抽信都不知道之類 就會卡住 所以我們在想說可能就要把它的步驟拆解 就是怎麼邀請自己 然後現象驗證 然後一些設定 然後還有一些頻道的說明 這樣子 然後 對,就是一些Slack的基本說明 這是第一步 然後再來就是HackMD HackMD怎麼註冊登入 然後怎麼開共筆 然後 就是怎麼編輯 然後我們可能就會用一個 自我介紹的一個HackMD的一個範本 然後大家就複製下來 自己修改 就是練習怎麼編輯HackMD的文件這樣子 就是把自我介紹做為自己的第一個HackMD的文件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第三步驟 就是讓大家選技能 那這個是希望可以結合 可以結合就是peoplehub之類的 的後續的一些專案 就是讓大家在GinV的社群裡面留下一個紀錄說 就是自己熟悉的領域有哪些 那現在畫面上看到就是 現在已經有的一些技能貼紙 那也希望說有一個功能是 大家可以上傳自己熟悉的技能 然後可以做成一個新的技能圖片 這樣子我們 這樣子之後 舊松團就不需要再自己想 就是怎麼做這些貼紙 然後GinV GinV除了Slap之外還有一個 GinV的臉書社團是 後勤中心這樣子 然後還有粉絲專頁 然後還有一些延伸閱讀的部分 就是 就是譬如說常見的channel有哪些啊 然後 一些活動的資訊啊 然後GinV黑話是什麼 就是填坑挖坑啊 什麼的 所以就這樣 所以就是 就是 Welcome to GinV 然後反正今天就是希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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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UX設計 然後 前後段工程師都歡迎 這樣 因為這個坑現在進度是零 就是還沒開始 好 就這樣 謝謝大家